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保持学校优良传统的同时 亦需要与时并进 不断革新求变 以更灵活的办学模式 更丰富的资源 去巩固和提升教育质素 帮助学生装备成 据国际视野 公民意识的领袖人才 所以 校董会计划向政府申请 在2008年9月 专为直接资助学校 等学校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权 灵活弹性地发展一套优质教育 亦让中小学 可以涵接成一条龙 学生可以顺利地 由小学一年吸气 直升至中龙 专为直之后 我们会实施小班教学 学生人数会由现时40人一班 减至约30人 亦会加强两文三语的学习 赠平英语和普通话为母语的老师 并结立另类全方位的教育 培育学生独立批判性的思维 透过特别设计的外展活动 等学生跟全面的学习知识以外的技能 包括领袖训练 亦都会有强制性技术计划 创意思维计划 诸校艺术家 科学家 海外交换学习 及沉浸计划 社会服务体验计划 以及本地及海外升学辅导的教学支援 等学生得到更好的潜能啟发 托阔视野 为他们一生打好巩固的基础 我们鼓励学生多元发展 不单只重视学业成绩 甚至体育、艺术都要全面的投入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 问题是我们如何发掘学生的潜能 并加以栽培 成就百年历史 盛世提反书院正经历美好的转变 我们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因为我们有大家的支持 师生、家长、校友们 你们对学校坚定不移的信念 义无反顾的全力支持 正正是声视提反书院 办学成功的最佳名证 在同学身上 我们也都体验了愉快积极学习 奉承充实人生的真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